本期音频将向您解读债务危机,作者瑞达利欧是桥水对冲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总结了人类历史中的债务危机,他想,债务危机,跟债务膨胀有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对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掌握规律,减少伤害,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达利欧是一位传奇作家,1975年,26岁时,他在一街两居市的公寓里创立了桥水,把桥水一跃成为全球对冲基金行业第一人, 管理超过16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桥水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私人公司,自成立以来,为客户创造了将近500亿美元的利润,对于达利欧来说,债务危机有着特殊的意义,80年代,在拉美债务危机中,他犯了一个错误,几乎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切都赔了个精光,最后,他把家里的两辆车都卖了,还向父亲借了点钱,从那时起,他特别关注债务危机的研究,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研究模型,之后,他成功地预测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行业的平均亏损达到了19%,而达利欧的桥水,确实赚了一笔,如果英文原版的债务危机书名是执意的话,叫,了解大型债务危机模型, 在这本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他多年研究积累而成的债务周期模型,随后,他开始详细地分析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很高,美国经济萧条,三个典型的例子是次贷危机,同时,他还分析了世界上48次严重的债务危机,证明了他的模型是正确的, 达利欧在金融界以洞察宏观经济而著称,乐于分享研究成果著称,他的内部报告每日观察是全球金融大亨乃至政府高层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他对中树立说还是很谨慎的,直到债务危机,他只出版了一本原则,分享了他和桥水的一系列信条,结果原则已经推出,销量很快就超过了百万,在许多排行榜上都占据了榜首,在中国正式发行之前,这本债务危机已经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两个关键的问题开始吧,分享本书的精华,第一,债务危机为什么难以避免,第二点,就像达利欧的模型一样,什么是债务危机周期,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债务危机为什么难以避免,这就是达利欧关于债务危机的基本观点,他想,就经济而言,借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债务总是越来越多,直到偿还不了,这时债务危机就来了,债务危机的机会总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出现, 为什么达利欧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在解释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先谈谈债务的概念,什么是债务,顾名思义,欠债还钱,比方说,如果你向同事借了100块钱,那么你就要背负100元的债务,相应的,同时还可以要求你偿还100元,这就是所谓的债权,借钱产生债务和要求的行为被称为信贷, 那只是一个小问题,网大了说,从银行贷款买房子,或A股,向帝国借外债修建铁路,这些都是信贷行为,都会产生债务,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可能是你跟同事关系好吧,借100块钱,不用利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债务都要付利息, 这倒也说得通,你借钱的时候,就相当于拥有了这笔钱的使用权,利息就是你付出的代价,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欠债可不是什么好事,那么,达里欧对债务的看法呢,他想,一个生性谨慎的人,很可能一辈子都不欠债,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债务,这是为什么呢? 达里欧说,我知道了,对国家而言,通过信用来承担债务,相当于提前把钱存起来了,可以增加资源,发展经济,如果因为害怕负债而放弃信贷手段,这将会错失发展的机会,这就更糟糕了,想想吧,假设有AB两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口经济都想修地铁,I城市非常保守,不愿负债,只能每年用自己每年缴税的英语来修,如果不考虑成本上涨的因素,30年后, B级城市这是另一种方式,先向银行借钱,修好地铁,然后是税收的盈余,还有地铁赚的钱,甚至可以通过地铁的方式,提高土地价格,改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额外收入,说不定10年后就能还清了,那么,你认为哪个城市做得更好,现实中,所有的城市,都会选择B城市,没有人会因为害怕债务,而把所有的钱都准备好,然后开工,这一点在所有经济体中都是一致的, 小到一家公司,大到国家,利用信贷获得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先借钱发展,等发展起来了再还给它,这样的话,债务就不是问题了,可是债务怎么就变成了危机呢? 问题出在还债这一环节,仔细想想,本金和利息都要还清,凭什么,只能靠未来的现金流了,还贷取决于你未来收入减去支出产生的现金流,还成,地铁贷款,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税收,英语,地铁收入加上经济增长带来的现金流, 然而,如果借贷过多,债务增长过快,债务负担过重,谁能保证你将来的现金流一定能够承受得住呢? 一个人借了太多的钱,无法偿还,变成了老赖,政府,企业和个人借贷过多,可现在还没到,在金融市场上,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甚至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债务危机就产生了,但你也许会想,借钱给某人,可能是头脑发热,借钱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对经济体来说是否也是如此? 果然如此,达利欧看出来了,对于国家这样的经济体而言,超过现金流的债务负担超出偿还能力,造成经济混乱的现象,总是不断的出现,所有人都疯了吗? 没有,所有人的判断,都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惯性,量入为初,比方说,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首先,你要对公司收入做出预测,然后再考虑一下未来的消费能力,包括债务规模,这很合理,比方说,现在经济形势大好, 你又灵活的使用信贷来扩大经营规模,收入增长很快,那你一定会这么想的,我还可以再借点钱,于是,牛又进了一笔新债,才把旧债还清,希望扩大资本规模,抢先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但问题来了,你的收入不一定能一直增长下去,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数,经济普遍增长,各种资产都会涨价,员工也要求加薪,这样你的成本就会不断提高,这一天,终于来了,收入减去成本后,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还不起债,公司突然没钱了,公司可能马上就会破产,或者需要借新债来偿还旧债,不过呢,只要现金流不够用,不解决债务问题,借新债还旧债无异于引证止渴,到时候,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当经济形势大好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收入将持续增长,于是,借给他的钱越来越多,直到他还不起为止,达利欧将这种信贷不断的自我强化,使其债务不断膨胀,成为信贷增长的运动,他的现金流,已经支撑不住了,他会向下倒退,反过来又是一个下降的动作,形势的倒退又会怎样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债务危机,此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越来越多,股市崩盘,实业崩盘,经济萧条,等到经济触底反弹,信贷上升的新浪潮,他就会重新启动,好吧,一升一降,一降一降,形成了人类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循环,按照达利欧的说法,这种大规模的周期性债务危机将在大约10年左右发生,达利欧的推理过程,就在这里,这也是本书的重点, 债务危机的周期是不可避免的,达利欧心想,借债是不可避免的,快速增长的债务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要看借入的资金是否合理,能否带动收入快速增长还债,可是,收入增长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总是有限度的,而债务的增长总是不断的自我强化和加速,直到经济无法承受的极限为止,债务危机就来了,达利欧分析了近百年来,48次极端的经济崩盘,包括那些熟悉的人,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他想,这些崩溃本质上就是债务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与此同时,基于研究分析,他提出一套基本模型来解释债务危机,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就像达利欧的模型一样,债务危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债务危机,一种是通货膨胀,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顾名思义,债务危机,通货紧缩,这场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市场正处于货币流通紧缩状态,没有足够的钱流通,想想吧,所有的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不都需要货币作为媒介吗? 如果媒介不够,自然会导致交易萎缩,经济萧条,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基本的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在那些拥有本国货币自主债务的国家,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如果一国无法自主制定货币政策,该怎么办? 大部分的债务,都是外币的,会有什么样的矿藏,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货币危机的话,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外流常常发生,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汇率每况愈下,这种情况类似于通货膨胀,所以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叫做通货膨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就是这样,这两种类型的危机都可以归结为管理欧的模型,该模型由六个阶段组成, 首先是三个阶段的上升过程,一个是早期,泡沫触顶,接下来是三个阶段的下降过程,萧条,去杠杆,正常化,我们要记住的是,这一升一降就够了,这个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典型案例,分析通货紧缩债务危机的整个过程,先看看上升的过程吧,2008年,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次贷危机,不过,作为一个完整的债务周期,我们得从2001年开始, 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次轻微的衰退,随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经济稳步增长,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国家,每个人的债务都在一点点的增加,负债规模不断扩大,但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要慢, 在达里欧模型中,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现在正是黄金时期,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泡沫将至,泡沫这个词听起来很贴切,想想看,泡泡是怎么回事? 一滴肥皂水被吹成了泡泡,泡泡越吹越大,但无论怎么吹,都只是一小块肥皂水,这跟吹泡泡没什么区别,一方面,经济数据一片大好,市场热火朝天,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乐观, 之所以能称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断膨胀的债务,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从2004年至2006年,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在3%至4%之间,这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失业率也比长期平均水平低,通货膨胀率也没有那么高,股市三年的回报率为35%,大部分的经济数据看上去都不错,但支撑这些数据的,却是另一回事了, 而是不断扩大的债务规模,大家都是乐观的,所有人都去借钱,金融机构在乐观主义趋势下疯狂放贷,借款者把钱存入金融机构,新存款形成,金融机构会将存款投放出去,增加信贷额度,如此循环往复的债务规模,同时也为经济循环创造了货币投放,钱越多,各种资产的价格也就越高,当债务人借钱时,可供抵押的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这样一来,他就能借到更多的钱, 每个人都在玩杠杆游戏,以小博大,市场热火朝天,股市牛气冲天,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吹泡泡,这种情况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尤为明显,大家都认为房价会一直上涨,按揭贷款的门槛越来越低了,很多人收入不稳定,无力偿还贷款,还从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贷款,这样的贷款,较低的信用和较差的安全性, 这就是所谓的刺激贷款,按理说,这种贷款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市场普遍乐观,大家都觉得,这种刺激贷款应该是没问题的,很好,资金流入推动房价上涨,高房价会吸引更多的人买房子,没钱买房子,只能借钱了,买一套还不够, 还要借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房子,每个人都想买房子,但是房子就那么多,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是价格上涨了,于是三年间,房价上涨了三成,如果算上2000年的话,房价上涨了80%以上,刷新了美国房价100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同时,到2006年,美国家庭的债务,占到尚可支配收入比例已达120%,这说明很多家庭都已经入不敷出了,终于到2007年, 美国泡沫达到顶峰,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认为,市场会变得更好,但市场已经不可能好转了,因为经济能够产生现金流,债都还不上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把戏也无法维持下去,泡沫到了顶点,就会破裂,那市场是不是已经到了顶峰了,就会掉头向下,上升的过程就变成下降的过程,对于美国而言,触动了泡沫,引发了局势的急转直下,只是越来越多的人拖欠房贷, 一些贷款过猛的金融机构开始陷入困境,这是多么可怕的困境啊,试想一下吧,一方面,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这就是坏账的另一面, 越来越多的存款人和金融机构面临困境,要求从银行取款,说是跳楼也不为过,金融机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没错, 在挤兑的打击下,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乐观情绪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房价下跌,越来越多的人无力偿还房贷,甚至主动违约, 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挤兑和破产像雪崩一样开始蔓延,如果都是小银行,那还好说, 不过,这又如何,比如房地美,房利美,规模庞大,影响巨大的金融机构也受到牵连,你要知道,这两家金融机构都是专门发放房贷的, 除于泡沫期,他们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足足5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许多是刺激贷款,在泡沫时期,没人会在乎刺激贷款的风险, 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刺激贷款几乎变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两大金融机构都陷入了困境,很多其他金融机构, 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金融产品,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家又一家陷入困境,包括贝尔斯登,雷曼,美龄等公司, 这是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竟然倒下了三架,随后,危机开始蔓延到其他领域和实体经济, 美国国际集团是有帮保险的母公司,第一季度亏损超过600万美元,甚至通用汽车公司也面临破产保护, 到2008年,美国股市下跌40%,失业率在第四季度超过10%,创50多年新高, 在达利欧模型中,这是典型的萧条阶段,销售结束后,接下来就是漫长而痛苦的去杠杆阶段,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在泡沫阶段,就是不停地加杠杆,吹泡泡,导致负债过多, 超过现金流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导致崩溃,那么想要在崩盘之后恢复平衡,那就是去杠杆,减少负债过多,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债务危机周期回到正常化阶段,美国经历了这段痛苦的时期, 防止经济彻底崩溃,政府保护重要金融机构,同时,通过降低利率和变相印钞来刺激经济, 同时,大量较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大量的债务变成了坏账,随着经济的循环而消失, 大量的企业和居民蒙受损失,通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杠杆缓缓下降,债务规模也有所缩减, 直到2001年,美国经济才恢复了正常,上升过程,当整个债务危机周期结束时, 整个周期就会结束,讲完基本形式的通缩债务危机,让我们再简单的讲一讲, 通货膨胀型债务危机,从早期到泡沫,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情况才会有所改变,如果某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性债务危机, 并进入衰退期,又会怎样呢?除了金融机构和公司倒闭造成的经济崩溃之外, 外资也会加速逃离,外汇储备迅速消耗,人们不仅对该国金融机构不信任, 连货币都不相信了,就连本国的资金也在想方设法,披上逼险,结果不言而喻, 这个国家的货币会大幅贬值,汇率也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无论你开多大的马力,印多少钱都无期于事,钞票不值一根手指头, 例如,德国一战后,就是因为外债的压力,才会陷入如此恶性的通货膨胀之中, 从1922年7月至1923年11月,超过一年,德国的物价上涨了387亿倍, 德国马克兑换美元的成本,增加了157亿倍,一战之前,1913年, 德国每年发行的全部纸币,只够1923年,一公斤的黑面包,很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复苏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具体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当时德国为马政府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将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以上是达利欧债务危机模型的主要内容,达利欧心想, 不管是通货紧缩的债务危机,还是通货膨胀的债务危机, 他们也有相似的发展周期,先经历一个由早期到泡沫的顶部, 然后再从萧条到降低杠杆再到正常化, 根据达利欧给出的量化分析结果,平均下来,12年左右, 通过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债务危机本质上就是现金流供求失衡, 债台高筑,对于现金流的需求超过了经济体能够提供的资金, 在资金供求失衡之后,出现了崩盘,然后再通过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来恢复平衡, 好书到此为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达利欧关于债务危机的观点, 第一名,就经济而言,借债是不可避免的,债台高筑, 债务危机将在超过偿还能力之前出现,因此,债务危机不可避免, 第二个方面,债务危机周期的基本模型, 是一个由早期到泡沫的顶部不断上升的过程,又是一次经济衰退,杠杆化和正常化的衰退, 其实质是现金流需要偿还债务,与经济所能提供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 由平衡走向失衡,再由失衡走向再平衡,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虽然是达利欧的最新作品,但却是达利欧和桥水长期研究的成果, 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它已经基本成型, 所以桥水才能逃过一劫,与大多数对冲基金不同,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次贷危机也经历了由萧条到杠杆化, 再到回归常态的整个过程,这也进一步丰富了模型的细节, 最后,达利欧想,尽管债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循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听之认之, 无所作为,他想,危机爆发后,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 帮助经济走出萧条,减少损失,减少伤害, 政策是如何实施的,既然如此,这场危机本质上就是现金流, 供求失衡,那么政策切入点,必须要帮助他们恢复平衡, 要么就是在需求方面努力,减少因债务膨胀而产生的现金流需求, 要么努力进攻,帮助经济增长现金流的攻击, 那么政府在需求方面应该做些什么呢? 达利欧心想,积极引导债务重组,帮助经济走得更快更稳, 降低现金流需求,让僵尸企业买僵尸,不该就也就不了, 从经济循环中摆脱债务负担,至于供应方面, 刺激货币政策要大胆,采取降息措施, 甚至还实行了印钞政策,给衰退中的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 首先要维持经济运行,然后逐步推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复苏, 企业、金融机构和民众的收入会增加,现金流的供给也会增加, 经济将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尽管印钞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但是在销售面前,也要权衡利弊,那么,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该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达利欧看来,不管是供给还是需求, 美国的表现还不错,在需求方面,美国政府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 采取了保护和支持重要金融机构的措施,同时采取存款保险等措施来保护普通民众的小额信贷, 但政府并未保护所有金融机构和企业,这种态度不仅节省了政府的财政资源, 而且通过破产和债务重组来削减债务规模, 至于供给方面,美国采取的刺激政策更为果断, 首先是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为了给经济注入流动性, 利率已经降到了零,利率刺激措施已经失效,经济不景气依然无动于衷, 美联储采取了一种变相的货币发行政策,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前几年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听到,美联储的具体做法,就是印钱, 而不是分发给所有人,而是在公开市场上按一定规模购买国债和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 以此来给经济注入流动性,与此同时,债务规模也被直接削减, 可以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过程,既要增加供给,又要减少需求, 截至2001年,美国共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尽管这一政策仍有争议, 达利欧相信,量化宽松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美国走出萧条,完成去杠杆并重返正轨, 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的整体表现而言, 达利欧说,尽管政策并非实权使美,尤其是由于国内政治问题, 在排除政治因素影响达成共识方面,走了一些弯路, 过去的债务危机与以前相比已有明显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达利欧认为,即使债务危机的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认真学习,积累经验,积累经验就行了, 人类的表现越来越好,这一点还是有希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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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